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享大有能力的祷告 祷告的大能 我们在想说 耶稣去到了克西玛尼园 他在给出一个 他自己面对十字架的 这个刑罚的时候 是他自己愿意舍去 而不是被人陷害 耶稣他想要告诉大家 是他选择这件事 因为耶稣在祷告的时候 他说 父法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挪去 但不要照着我的意思 只要照着你的意思 意思是 他从头到尾都知道 他就是选择了这条道路 所以不管是谁出卖了他 或不管是哪一个人 拿着钉子钉在他的手上 对他来说 结果只有一个 就是他要完成十字架的救恩 为着你 为着我 Amen 我们要继续回到马太福音里面 耶稣他不是责备门徒 没有与他谨行祷告 耶稣反而体贴了他们 肉体的软弱说 你们在这里好好睡吧 因为我将要交到罪人的手中 意思是 耶稣反而告诉门徒 因为他要成就十字架的救恩 所以告诉门徒说 你们安息吧 你们能够安息 是因为知道我要完成神的工作 而不是我快要上十字架 所以拜托你们帮帮我 好好祷告 No 耶稣告诉我们说 一个人能够安息 我们能够享受在祷告里面 用安息的态度祷告 更多时候是因为耶稣 他所完成的工作 那么耶稣的确在圣经里面 他曾经责备某个样子的祷告 我们要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八节 第九节 如果你有圣经 我们可以一起翻开 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八 第九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 耶稣说一件事 耶稣说不要效法某一些人 某一些人 他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天父已经知道了 那有些人有这样的疑问是 那牧师既然天父都已经知道了 既然神都已经知道了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呢 因为如果他知道我们还要祷告 那岂不是多此一举呢 但我们注意看看第九节 第九节说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意思是 耶稣反而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天父都知道 所以你们要祷告 什么意思 意思是 好像 父母呢 为儿女准备圣诞节礼物 在小朋友还没有提出说 爸爸妈妈圣诞礼物呢 在哪里呢 父母呢 故意摆在自己的抽屉和口袋里面 只等到小孩子提醒了父母 父母可以拿出来 我的意思是 虽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 但事实上天父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所有一切美好的事物 对吗 所以天父知道 但他想要看见我们说出来 事实上各位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 常常提到呢 神喜欢我们提醒他 或神喜欢纪念某些事情 其中有些事情 透过我们的祷告来提醒神是好的 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或忘记 我们常常忘记是因为我们可能年纪大 我们过了人生的某个阶段 我们可能常常会忘东忘西 我有三个儿女 有些时候我叫一个儿子的时候 或叫其中一个小孩 我要把三个名字都喊一遍 有些时候我会忘记 但神不会 意思是神他喜欢我们提醒他 为着他的乐趣 为着他的喜乐 他喜欢我们这么做 所以好像耶稣说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神忘记 乃是因为我们明白 我们相信神都知道 所以我们也这样祷告 对吗 但是耶稣的确在经文说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我们往经文的前面看 第五节跟第六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这样说 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可向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识 什么意思 如果说耶稣是否有责备过 什么样的祷告 那么我认为只有在这里 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 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识 所以你可以这样想 大部分的祷告都不是能看见 在教会里面 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神 一起团契 一起彼此的代祷 这是好事 但更多时候的祷告生活 是在教会团契之外 在你个人的生活中 像经文说的 不是在人的面前 第六节说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马太平音第六章讲到三件事情 是在暗处里面做的 第一个就是祷告 然后第二个是行善 第三个是进食 这三件在暗中所做的事 如果你有机会看整卷 马太平音第六章 你会看到神总是在明处报答我们 我们在暗中的祷告 在我们心里面的祷告 在我们心里深处的祷告 有时候你以为 你没有发出声音来 就不叫祷告 No 不是的 有时候仅仅在你心里面 在你里面有一个声音 有一个意念 对神来说 都是一个美好的祷告 神说他要在明处报答 报答我们每一个人 深处的祷告 过去曾经有几次的经验 当我开车 需要去到一个很难停车的地方 我甚至还没有开口祷告 只是心里有一个意念 好想有一个祷告 好想有一个车位 结果当我意念一闪过 主就为我预备了一个车位 当然不见得每次都是这样子 但我的意思是 不是只有我们嘴巴说出来的祷告 那才叫做祷告 有时候你心里的意念 当你面对你的儿女的时候 你觉得看到你的儿女 你有些时候很生气 不知道该怎么做 甚至只是一个叹息 那都是一个美好的祷告 还记得圣经说 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 那个叹息不只是为着我们的景况 而哀声叹息而已 那个叹息是让神看见 在我们心里面的难过 或需要帮助的渴望 有时候当我们叹息的时候 因着你的叹息 耶稣都要为你成就 那很美好的事 经文告诉我们说 祷告本来就不像这些人 这些法利塞人文士 他们祷告非常的有美好的词句 有很好的修持 有些弟兄姐妹会担心 自己的祷告词不够完美 自己的祷告词不像传道人 不像牧师们 他们可以祷告很长 有很好的修持 很好的文学素养 但哥伦姐妹 我要告诉你 神要提醒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让我们的祷告不只是言辞 不只是怎么修饰 更重要的是 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因为神看人 看我们的里面 神要让我们明白 神更在意的是 你的心怎么想 你的想法 是不是真正能够明白 神不在乎修持 神不在乎你祷告的长短 神不在乎 你是不是有祷告足够的时间 神在乎的是 你相不相信在祷告当中 祂已经都知道 祂已经为你预备了美好的事物呢 当你明白神 更在乎你里面怎么想的时候 我认为 你的祷告 反而能够有更大的果效 那个果效不在乎你祷告的长短 不在乎你祷告的 词句是否合乎圣经的 这个要求 或者是符合祷告的内容 神更要告诉你说 他说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 什么意思 意思是这个人明白 原来祷告是自己与神 连结的很重要的部分 不是一个公开的事物 更是一个你私底下个人的 跟他互动的关联 当你明白的时候 神因着你在暗处的祷告 祂要在明处来报答你 各位认姐妹 当我们明白神不责备我们的祷告 当我们知道 只有在一件事情之下 就是我们想表现着我们很会祷告 的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明白 我们对于我们的祷告 就会更有安全感 我们就会更知道 我们能够轻易的 简单的享受祷告 而不是花了很多努力 来关心担心自己该怎么样祷告 不知道怎么样祷告 那是一个最好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赞美你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在祷告当中 都能够真正的享受 没有任何的框架 没有任何的要求 让我们知道 我们心里面的任何的意念 都不会逃过耶稣你的耳朵 意思是你关心 我们心里面每一个声音 当我们享受在与你的连结 透过祷告 将我们心里面所要的 来告诉你的时候 神你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耶稣基督里面 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每一位 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来报答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